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美中交纷,北京声称不细一战,昨天在新加坡外界等待很久的中美国防部长会谈进行了,中国出面的是国防部长魏凤和,美国的国防部长是奥斯汀, 在会谈中,据说没有达成任何成果,反而是中国威胁美国,魏凤和说若有人敢把台湾分裂出去,解放军不细一战, 实际上就是说呢,中共是已经确定无疑的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只要有任何独立的举动,就会对之采取军事行动。 不过呢,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呢,则努力的劝阻中国不要进行没完没了的骚扰威胁台湾, 尤其是最近一年来大量派出战斗机,轰炸机,各种军机,在台湾的航空识别区飞行, 对整个台湾呢,已经构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这个美中这个这场交锋之后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呢,台湾是个主权国家, 中方的表述是荒诞说法,也就是说呢,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无权阻止台湾人民想做的任何事情,按照国际规则来说呢, 台湾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有权决定自己跟任何国家或者任何团体 建立任何关系,但是呢,中共始终认为呢,他有权统一台湾。 其实呢,这个在中共来说呢,只是一个,就是说呢,他只是一个借口, 就像俄罗斯,他一开始找借口呢,说这个乌克兰存在着纳粹倾向, 说乌克兰存在着这个武装倾向,所以我们要对乌克兰进行去纳粹化, 去这个武装化,但事实上呢,普京最后才表达了他真实的想法, 就是想像俄国历史上的彼得大帝那样开疆破土, 扩展帝国的边疆,所以中共呢,其实也是这样, 即便是中共把这个台湾拿到手了,他下一步又会说了, 整个这个南海地区都是中国固有的领海, 那样就可以跟越南打仗,打完了他又会说, 越南北部这个某个省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然后呢,又说呢,缅甸某个地方呢,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就像中国一再声称,印度现在这个管理的一部分地区, 也是中国深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一样, 中国甚至呢,可以引进据点说, 啊,我们当年这个陈吉思汉西征, 建立了空前的这个蒙古大帝国, 我们呢,认为呢,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还有整个中亚地区, 都是我们中国神圣的领土, 我们都有权把它夺回来, 所以呢,这就是中国逻辑,或者说是俄罗斯逻辑, 这一次呢,美国呢,是通过希望这次会谈呢, 能够,就是说呢,劝阻中国不要再威胁台湾, 不要发动对台湾的战争, 因为此前呢,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 有一个情报显示, 普京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呢, 普京表示呢,他马上要攻打乌克兰, 而习近平则表示呢, 他计划在今年秋天去夺取台湾, 所以说呢,现在美国呢, 越来对此越担忧, 也就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 试图呢,就是说呢,劝阻中国不要去打这一仗, 就像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前的三个月里, 拜登政府一直在绞尽脑汁的, 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劝说普京不要发动这场战争, 结果呢,这些劝阻呢, 反而让普京认为呢, 拜登软弱可欺, 西方呢,无法团结, 所以说呢,反而推动了这个普京悍然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我估计现在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举动, 最后的结果也多半会如此, 因为呢,这个中共呢, 会认为呢, 拜登软弱, 美国不敢直接参战, 事实上呢, 中共呢, 只要能够确认美国, 日本不会参战, 那么他就认为自己是胜券在握, 百分之百能够拿下台湾, 甚至在几天, 几个礼拜之内, 所以说呢, 拜登政府的这个, 面临的这个问题呢, 想通过劝说来解决是很困难的, 上次拜登访问日本的时候呢, 曾经说呢, 美国将派兵捍卫台湾的自由, 但是呢, 这个说法随后就遭到了这个白宫的否认, 白宫发言人指出, 美国维持这个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不变, 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为拜登的保证, 这个承诺呢, 给他降温, 给他销活, 所以呢, 这被外界给解读呢, 拜登个人呢, 也许愿意为台湾而战, 但是恐怕他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 美国如果要想对另一个国家开战的话呢, 必须经过议会同意, 美国总统没有权利, 即便他使劲浑身解硕, 他也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那时候呢, 美国总统罗斯福呢, 从一开始就想介入欧洲战事, 但是呢, 他花了一年, 两年的一年半时间, 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一直等到最后日本偷袭珍珠港, 他才能够把美国投入到战争之中, 这一次同样如此, 你看俄武战争打了那么多就久了, 当然如果美国迅速介入的话, 那就可以摧毁俄罗斯, 就像当年摧毁日本一样, 而且呢, 比摧毁日本或者德国呢, 要容易十倍, 因为现在美国军队的强大, 远远超过了那时候, 他对德国和日本的军事优势, 但是呢, 就是说呢, 他做不到这一点, 即便拜登想去教训普京, 他都做不到这一点, 就是说他无法投入美国军队, 直接的对这个俄罗斯宣战,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重要, 那个蔡英文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则明确表示, 台湾与乌克兰一样, 不会屈服于压力, 蔡英文的这个态度呢, 应该获得点赞, 这表明呢, 这个蔡英文政府呢, 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因为他们从乌克兰的抵抗当中, 看到了希望, 越来越多的台湾人现在呢, 热衷于参加这个军事训练去打枪, 因为他们认为呢, 也是早晚要跟中国军队有一场战争, 而且呢, 他们会比乌克兰人干得更漂亮, 将把中国的侵略金, 大批的消灭掉,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 习近平宣布, 毫不动摇的坚持动态清零, 据新华社6月9日的消息, 习近平呢, 最近做出了一个新的表态, 他说要毫不动摇的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这段讲话为, 最近一个月中共在清零政策上的摇摆态度打上了句号, 因为担心呢, 过于严厉的清零政策会摧毁中国经济, 所以说呢, 中共的内部一些官僚, 包括这个总理李克强, 都认为呢, 要两者兼顾, 不能无息陷的, 就是说无止境的欺凌, 而习近平呢, 最近对成都的视察, 以及他最新的讲话, 都表明了他大权在握, 坚持对病毒要实行清零, 不太在乎经济的短暂的停摆, 因为中共认为呢, 他跟美国跟西方的冲突是必然的, 而且呢, 他最近看到俄罗斯好像, 虽然受到西方的制裁, 但经济并没有崩溃, 当然, 中共认为他的经济呢, 要比俄罗斯强大得多, 不过呢, 只要这个继续清零呢, 肯定会使已经千孔百仓的中国经济呢, 雪上加霜, 从而加快中国经济崩溃的速度, 上海呢, 马上就响应习近平的讲话精神, 宣布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11号开始, 对一半以上的居民呢, 再次进行核酸检测, 并且呢, 对部分居民呢, 实行封锁, 这已经引起了上海市民的恐慌, 大家担心再次封城, 所以就开始疯狂的去抢购生活物品, 尽管上海市政府劝说, 但是谁也不相信上海市政府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是一个散布谎言的地方, 上海人由此, 对此, 这个, 这个, 就是说呢, 受到了我最多的教训, 所以说呢, 现在正在拼命的进行抢购, 就像我这样子都有, 就像我一样, 我就是说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